吉他叫一名罗姓男子他晚间呢 在槟榔滩买完东西要回家 没想到过马路的时候呢 意外遭到轿车迎面撞上 当时天色昏暗又下着雨 一旁住户看到赶快拿出路障 和三角吹出来帮忙挡车 而这个罗姓男子在送医之后 发现头部有炉内出血 索性经过紧急手术 生命迹向稳定转往家户病房观察 晚间天色漆黑还不断下着雨 隐约见到路边一名男子撑伞准备过马路 这小客车机车接连开过 后方紧跟一辆休旅车 没有刹车直接撞了上去 人被撞倒在地陷入昏迷 过来买东西好了 他从这边过马路快到家 因为那条小山子都在住家里面 昨天撞到是蛮严重的嘛 轻瘦了 车祸发生后好心民众拿出路障 以及三角锥帮忙挡车 也撑起雨伞替男子挡狱 直到救护车抵达现场 患者一时昏迷 立即给予新西三角职业包扎 警圈常备板固定 后送往医院处置 25号晚间7点多 男子在住家对面的槟榔滩 买完东西后 撑伞要过马路 被一辆沿着花莲吉安乡吉兴路一段 北往南行驶的休旅车 撞个正着 一是因下雨视线不良 不慎撞到横跃马路撑伞的行人 导致行人昏迷 由救护人员送往门洛医院救治 男子头部受到重创 当场陷入昏迷 送医紧急开刀手术 生命迹象稳定 疑似因为夜色昏暗 天雨又视线不良 才会酿货 事故发生真正原因 警方还要调查理清 不过该负责政也逃不了 记者壮报道